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藏版的内容 一样要提醒你 你早听早赚到 那在开始之前 无论你在YouTube或Podcast 都邀请你 帮我们按赞订阅 五星推爆 并且把我们节目连结分享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我们有凯旋而归这个节目 就是对我们最棒的支持 好 前面我们凯旋而归 做了一年半的时间 这过程当中 经历了很多很多 不同的内容 不同的主题 但凯旋而归 它有一个前提 就是靠近一个 以现在的我的角度 去写给一个 25岁的自己的情书 然后透过这样的过程 陪伴你成长跟前进 那当然随着我们的时间的推进 在过程当中 我们也跟你分享了 很多很多课程 然后无论 跟你分享的课程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到最后 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人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除了你自己怎么活之外 你能不能有能力 跟别人好好的在一起 是 所以呢 我们在最后一期这时候呢 在开始我们的隐藏版之前呢 也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的线上课程 由嘉玲老师所主讲的 好好在一起 从节日起呢 一直到9月18号 我们有一个3517的优惠 如果你还没加入的话 请你无比把握机会 那接下来就由我跟宜璇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最后的一个回顾跟总结 对啊 凯宇你会不会有一种 我们好像在参加毕业典礼的感觉 有啊 有啊 就明明还是每天可以看得到面 但是就会有点依依不舍的情感 对对对 一年半 其实不算是一个短的时间 对啊 对啊 我们中间不断不断的讨论 不断不断的选题 这样子 这里面有些过程真的还蛮精彩的 对对 好 那我觉得第一个 很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大家都一定应该有听到 DreamGo 就是起点就是终点 欢迎来到凯旋而归嘛 那如果你喜欢看故事的话 我们就今天来跟你回还往复一下 就是从终点再回到起点 其实如果一直有一路有追我们 节目的听众 你一定有在开播集听到 就是凯旋而归 其实我跟凯宇原本 我们要做的叫做两个世界 可是我们当时要谈的概念 就是我们人活在世间 如果想要走得平稳 通常他需要一个内在世界 跟外在世界的运作的顺畅 他就像是人的两只脚 左脚跟右脚要一起合作 才能够保持平衡走得远 可是其实啊 我们虽然做了一年半的凯旋而归 你会不会觉得 好像现在回想起来 我们凯旋的很多主题 其实也一直都在跟大家分享 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 怎么去保持他们的平衡 怎么去缓和那些冲突跟矛盾 对啊 我们就换糖不换药嘛 就偷肚吧 偷换概念 对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在 企划这一集的时候 我觉得我唯一觉得可惜的 没有跟听众分享的就是 我们原本在前一个版本的节目里面的第一集啊 凯宇原本想要讲一个 愣切金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很棒的隐喻 所以我就特别跟凯宇说 你还记得吗 还记得啊 对啊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来当做最后的祝福 对那时候 那时候那个 在策划新的节目的时候 愣切金的里面有一段话 就很触动我 他说如鱼见指月 观指不观月 意思就是说 一个比较愚昧的人 他看见别人指着月亮 然后呢 他却专注在看别人 手指头指月亮那个指头 那个指头 而不是顺着手指头方向去看月亮 OK 那为什么说这很触动我呢 其实我过往生命很长的一段时间 就像是这个愚昧的人一样 就追求很多的方法 追求很多的知识啊 然后呢 追求很多的道理啊 然后学习很多 可是 太过拘腻在方法 太过拘腻在 只要我做了A加B 就一定会得到C 这样的一个思维 就观指不观月 我就是一直在执着那方法 而忘记 回到我生命当中最底层的 或者回到我身上 到底我学的这些事 都很有道理 可是它怎么样在我身上发酵 它怎么样在我身上作用 那我自己走这段路走蛮长的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一个触动 或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知道很多人特别是 如果你现在25岁 生活是35岁 你一定对于这个世界 会有很多很多的迷惘 会有很多很多 尤其你的生命正是在青春年华的时候 你一定会有你的追求 所以自然嘛 实践加学习是重要的 对 只是我曾经走过那一段路 我的实践跟学习 我知道 我知道 当你过分执着在知识 而缺少了实践 你过分坚持在一些 你所谓对的事情 而忘记我们都活在 属于人的一个世界 不是活在物理世界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会很容易观指不观月 那当然我自己也会有个怀疑 我有什么资格跟你说 好像像这个生命导师一样 跟你说可以怎么想 什么该什么不该 我自己也会怀疑 所以我尽可能让自己放在一个 陪着你一起去看的角度 甚或是如果你仔细听 我们过往凯旋而归很多内容 我也会坦白告诉你 其实我对这件事情也还在学 或也没把握 或我只能说我的经验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我得到很多回馈 让我很开心的就是 即便如此 可能很多人在这里面 也得到很多的感动 得到很多的力量跟支持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因为毕竟每个人生命 会走到哪里 他的形态会是如何 会各自各有不同 生命本来就是百花齐放 不会独秀一枝 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我能不能 在最大程度上 如果有缘分 成为那个土壤 成为那个阳光空气水 让你能够 有机会长得更好 所以事实上我觉得 有时候我们常常会 因为工具 而忘了我们的目的 当我们眼 当我们手上有锤子 看什么都是钉子 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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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觉得 做一个像凯旋而归 这样的企划跟节目 让我感觉最有意义的就是 我们能不能在工具 跟目的 这中间 也就是我们的外在跟内在之间 去产生一个 更好的一个整合 或者是更适合我们此刻 当下的一个观看的角度 是 那 很开心大家陪我走了一年半 对 不管这个尝试你觉得 满意不满意 因为我们也涉及很多主题 大概就是一个 大概25岁左右的人 他会关注的主题 从他面对这个物质世界 自我定位 生涯发展 金钱 金钱 然后还有内在 内在的自我整合 用什么姿态 来面对这个世界 是 所以 还蛮感动的啦 我不许说 真的 还蛮感动的 对 我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 也还蛮感动的 就是 台语从不放弃 来跟我一起激荡出 我自己相对比较 不熟悉的领域 比如说关于金钱的议题 那如果大家 对我有一定的熟悉程度 就是 遗选以前 有金钱的状况 还蛮大的 那后来我们在 太有钱了 不是 大起大落 等一下 这些 这些集数 大家可以去回顾一下 就是我在跟凯宇聊 我们要给25岁的朋友 怎么样的一封情书的话 其实我觉得 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因为 大家有一句话是说 千金难买早知道嘛 然后其实 财务世界的一个平衡 它是我们基本上 可以好好发展自己 安身立命的一个基础 然后这时候凯宇就 刚好跟我提了 一个Netflix的影集 叫做致富攻略 他就说 他非常好看 他写了好多笔记 然后他就 叫我也去看 可以去 来企划看看 我们有没有可能 用这样子的材料 跟我们凯宇的 听众朋友分享 所以我们就企划了 大家可以 如果还没听的话 可以回去追 就是12 13 14 15集的凯宇而归 那比如说像在第12集的时候 我跟凯宇就聊了 为什么有钱了 可是你却留不住钱 那凯宇就提出了两个 非常重要的关键 就是有钱乱花 不然你就是有钱不花 那这个乱花 其实背后是因为 你会以为快乐 可以用钱买到 但其实你花完之后会有空虚感 可是不花呢 是因为你其实害怕 你的快乐会失控 但那个背后 又有一个更深更深的 心理动力 你看你值得去听 我这边就先不爆雷 然后像第13题 第13集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还蛮大的震撼 因为刚刚凯宇就说 我的金钱有很大的状况 是钱太多 我确实有过钱太多的状况 可是钱太多的时候 我做了什么事呢 我就乱买奢侈品 怎么啦 你听起来好讨厌 对啊 但是我在想 我当时是怎么去让自己 这样子去花钱 然后结果我在跟凯宇讨论的过程里面 凯宇真的很厉害 他就是用一个简单 然后又很凝炼的方法 他就去帮我们凝炼出 庞大事物背后的简单关键 就是你现在有钱了 你会有方法去判断 自己怎么样是花得起的 好这就是第十三集的重点 然后再来 因为我自己比较关注亲密关系里面的主题 所以我就拉着凯宇说 你可以跟我演一下夫妻吗 我们来做一集 就是看亲密关系里面怎么谈钱 那第十四集里面 我们也有很搞笑 有点搞笑的对话 大家也值得回去追 然后最后最后呢 其实财富自由是每个人都想要的 但其实这个财富自由背后 它意味着有一些金钱焦虑 那这边就是凯宇 他帮我们提出了四个误解 去帮我们梳理 我们怎么样去爬清楚自己的金钱盲点 所以会对你接下来的人生 建立长期有利的金钱观 会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然后也有很多朋友就是 听完这一系列的主题之后 就真的跟我们回馈 就说哇真的打破盲场 真的是早听早赚到 对那凯宇你这个过程 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其实只是在想 我当年自己二十几岁刚踏入社会 那个时候我的在乎 其实就很世俗 你说对一个二十几岁年轻人 理想梦想 失与远方 当然有 但更重要一点就是怎么活下来 对 那当年我自己在思考钱这件事情 初步都是很简单粗暴 我觉得钱越多越好 对 但事实上 当一个人他的内在 他不认识钱 他不知道钱的意义 然后呢 他也不知道 其实钱是一个资源的交换 是一个能量的展现 他不知道这些的时候 钱多对他来说 反而会是个灾难 你看嘛 当他可能真的很有钱 好 可能他最刚开始的首要议题 就是他不知道钱怎么来 对 然后呢 他可能 他可能好不容易真的 有一点工作的历练 然后真的赚到一点钱 他又不知道怎么管理钱 是 那那个背后到底是什么 到底是什么原因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 我们绕不开他 但是事实上 我们有时候心里 又对他有一个矛盾的心情 一种矛盾就是 我遇到蛮多人 就是避而不谈 对啊 在乎的要命 但避而不谈 对啊 但是另外一种人 就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在乎的要命 然后眼中就只有他 哦 真的 这样都不太好 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 人的生命要活得平衡跟完整 财务是避不掉的 就像左脚跟右脚 你要剁掉哪一脚 不能剁掉哪一脚 他就是我们其中的一脚 他支撑了我们的世俗生命 所以我自己在做那一集的时候 我记得我最困扰的地方 就是说这些概念 怎么样搭在一个有力的主题 一个可以撬动的杠杆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看到了 Netflix致富攻略 对 那大家如果没看过 可以去Netflix看一下 好致富攻略蛮好看的 然后搭配我们凯旋而归 第12集到第15集的内容 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好的整合 虽然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说 虽然这四集并不是告诉你 怎么样让你变得很富有 这不是它主要的目的 而是这四集它可以 可以重建你跟钱的一个健康的关系 好 那我觉得在 关于钱让我留下印象深刻之外 就是在制作凯旋而归的时候 我常常有一种跟 就是逗弄凯宇的乐趣 因为我自己比较关注感情 然后我就想要跟凯宇讨论 情感上面的议题 因为他是男性嘛 我就觉得 我就出题目 我就挖你的男性观点就好了 但是凯宇也不是排斥来讨论 但是他希望更多的是 可能对于生涯 或者是对于职涯的议题 可是 但因为没办法 他的搭档就是这么关注 所以我就企划了比如说凯宇而归的25集 他标题叫做 异性恋直男 情感表达 长恨深如何让人好亲近 然后比如说52集 就是怎么让男人开口说情趣 还有56集 如果你想要舒服的谈恋爱 怎么爱下去 就是我常常把这些题目 递到凯宇面前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抓头 然后一直很纠结就说 那这要讲什么 可是很吊诡的就是他每次在分享的时候 还是很认真 而且大家都可以感觉得到凯宇分享的那种触动 就是你真的讲出男人好多好多男性朋友的心声 他们没有办法帮自己抓出来的那个关键点 甚至于他们一直迷惑的 而且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回馈给我们说 哦 原来是透过凯宇的分享 他才终于明白了他的另一半 到底纠结在哪里 所以特别是我们因为可以看到后台的资料 其实18到34岁的朋友超捧场的 你知不知道 了解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你这一段的有趣跟辛苦 我觉得做节目最棒的地方 就是我可以充分的感觉到大家对我的爱 对 因为这的确我比较没有花这么多时间 跟心思讨论相关的主题 可是也因为大家当是宜璇 然后事实上他在我可以感觉到宜璇在选题的时候 他就是宜璇蛮重视整个平衡 对 你说25岁的人他关系也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其实我告诉你25岁就是一个很忙的年纪 应该说每个年纪都很忙 只是忙的点不一样 而25岁有一点就是说 其实可能某些部分我们心理上还是个孩子 但我们已经被推到了大人的世界 不管是面对金钱面对事业面对关系更是如此 真的 因为不管是自己还是别人都已经期许我们成为一个成熟的大人 但什么叫成熟大人却没有人教我们 没有表达答案 对那更不要说什么叫做成熟的表达情感 什么叫做成熟的表达需求 对啊 或者是怎么去面对一个不成熟的伴侣 对啊 也是嘛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我会抓头其实几个啦 第一个就是我平常真的比较没有花那么多心思在这里 好第一个 第二个 好当我把焦点放在这里的时候我就在想 那你知道有时候讲这种主题我最怕什么你知道吗 怕什么 其实不管不管凯旋做任何主题 我最怕讲出来的话充满爹位 哦 就说教感 咚咚咚咚 对不对那很讨厌的 就是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但咚咚咚咚咚咚 对啊 我要极力避免这个 OK 因为如果我让让你听到是有这种感觉 那就完全失去了我们做这个节目的核心 核心初衷 对是写给25岁的情书 并不是写给25岁的家书 也不是写给25岁的论文 训话文 都不是嘛 因为我自己其实也蛮讨厌的 我其实把我自己换位到当年我25岁的时候 我真心蛮讨厌听到那些说教的 那些说教就会让我有一种感觉是 你说的都对 但我就是不想接受 是 那你问我说为什么 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 就是不想 对啊 那你知道 像我们在做大众传播 假设没有顾虑到 没有体贴到人们的这种心情 基本上呢 你是一个不负责任的 你是不称职的 而且我们想要传达的善意 其实听众也说不到 对 所以 所以我那时候抓头是 这方面很抓头 因为有一些东西 我得说有一些东西 像我现在四几岁快五十岁的 那些在二十几岁的感情议题 就我现在纯粹的本位出发 我真的觉得那个已经 不会让我认为是问题 可是如果我把一比一的说 这个等到你 到我这个年纪就不认为是问题了 这就是跌位 这就是跌位嘛 对 那而且我更负责任讲 更负责任的讲 就是你不能从你的角度去说 二十五岁说这不是问题 而是你要让二十五岁的人长出力量 让他走得到你今天嘛 对 或者是走得 走得了他接下来的路嘛 是啊 所以那个让我抓头是这个 那他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就是如果我没有稍微 跟宜璇做一些讨论的话 那不小心凯旋而归做成情感频道 也没有不好啦 这是男性情感的代表啊 那那 对对 就是配比嘛 我们做节目都要配比 是 所以我真心觉得就是说 对男性来说 情感表达永远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可是情感表达的背后 它是你如何真正去 碰触自己的情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其实 现在很多男性 要嘛就是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需求 对 要嘛就是用很粗暴的方法 表达自己并不争的需求 哦 用很粗暴就是别人听很不舒服 那你说那个不争的需求就是 他会觉得好像 好像这个社会的普遍价值 觉得他这样的一个男性 要什么不要什么 他就照着讲 那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通常不是哦 也不好说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 也对我来说 是一个我重新爬树 重新沉淀 重新理解的一个过程 真的我们频道充满爱 因为大家的留言跟回馈 都给我很多支持 我要特别谢谢大家这样子 好哦 那我们回顾完就是关于节目 我们印象深刻的部分 接下来就是 其实凯旋而归啊 对我跟凯宇来讲 也都非常非常的有意义 比如说对我自己来说 就有很多相反边的练习 那我不晓得听众朋友 对于荣格心理学熟不熟悉 但总之呢 就是荣格心理学 它上面有说 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优势功能 跟劣势功能 那比如说我自己的强项是情感 那跟情感相对应的就是思考 那像凯宇他就是比较是思考比较强的人 那如果你对于这种什么优势功能 劣势功能 你想要搞清楚 有理解的话 家里老师有一门课程 你是哪种人 那就是你去参与这门课程 但这门课程 它其实是一个赠送的课程 所以你就加入凯宇老师的 活出有选择自由人生 你就可以听到这门课程了 那我再拉回来 我的优势是就是比较情感 比较随心所欲 比较跳跃 所以在跟凯宇讨论 或者是在这几年 在起点里面的发展 就凯宇一直在提醒我 需要去顾虑到别人有逻辑性 要讲别人听得懂的顺序这样子 那我一直在做的相反边的练习 就是有架构的 怎么样循序渐进的 去让人一听就懂的 这种表达方法 那我跟凯宇合作最棒的东西就是 他这部分真的非常非常强 所以一直在 让我有机会刻意练习 有架构的思考能力 那我觉得在这六十多集的节目里面 真的让我成长很多 开语他一路激励我 我从一开始就是找问题问他 到后来他又引导我要怎么样 一步一步的去让大家觉得 这个节目是往下走的 我们的每一个主题都可以打中你的需求 跟你当时真的过不去的砍 然后能够对你有帮助 然后我真的就是想在这边 感谢凯宇啦 一路陪伴我前进 我觉得你讲的好客气哦 应该过程上几度想要捏死我吧 哎呀这种话当然是我们私底下啊 自己处理 不用直接到台面上吧 好吧 大家要看雪流成河 那我们现在是要擂台赛了是吗 差不多差不多 好对 那凯宇你这一路以来对你来讲你 觉得对你有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们我们我们其实在讨论的过程上 我们其实蛮多火花的 嗯 正如同像刚刚宜璇说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从荣哥心理的角度来看 情感对应的是思考嘛 然后感官对应的是知觉 对 然后宜璇的是在情感跟感官的部分 是他的优势 而我是思考跟知觉 对 所以说好听叫互补吧 嗯 但说难听叫什么 叫冲突很大 我以为是两个世界 对 但就这这其实也很呼应两个世界 嗯 就是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我自己如果真要去看 既然这一集是隐藏版 对 那么我跟宜璇跟你 就是你是听众嘛 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你自己已经知道了 但是呢 我跟宜璇之间发生的事 你可能不知道 对 好 我们中间有很多的选题上的拉扯 包含怎么铺排讯息 事实上刚才宜璇真的是讲得 非常正面表述 我真的非常感动 但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拉扯 好 从一刚开始 包含我们的节目的计划 到刚开始头几集的录制 我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集 好像重录了三四次吧 对 然后一个早上 我们花两个小时的时间 录不到一集 嗯 在磨默契啦 在磨默契 还有磨那个语言的对评 是 那我会觉得 在宜璇身上我看到 几个是让我 其实很感动的 就第一个 其实 你们知道吗 有很多 我们在凯旋里面 受到大家 很大欢迎的题目 其实刚开始 我是不太想做的 是宜璇想做 应该说宜璇坚持要做 那我觉得从这一点 我真的都看到 宜璇身上的那份 他更大程度上能够去 同理大家现在的状态 现在的需求 这份感性能力真的是 让我得到很大的成长 也让我感觉到 嗯 这是另外一种 更温柔的 看待人的观点 那讲到温柔这件事 这也是我在跟 宜璇录凯旋的时候 我 我透过跟他的互动 我学到的东西 就是 有很多话 就是 他的逻辑是 很对的 然后很有道理的 那这种东西 一来就是跌位重 二来呢 就是 我能不能 用更靠近人的方式 去做表达 能够更 更 更没有距离 词汇不一定要精准 但是要让人觉得靠近 那 这个是 我在宜璇璇上看到 他自带有这样的能力 大家不管是听凯旋 还是听 敲门 很多人一听到宜璇的声音 就很开心 就是 声音透露出的那份温暖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非常棒 那你说 人嘛 那我有这个很棒 我就继续这样干就好了 可是 我在宜璇璇璇看到 他愿意去 跨出他的舒适 他愿意去学习跟挑战 他可能比较 相对 没有那么强势的 可能是论述和逻辑 大家可能不知道 就是你们都只听到 我们最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嘛 但事实上在节目企划 刚开始宜璇是 只给我问题 然后我后面全部是 要自己生 然后他再把它编成 那个 录音稿 录音稿 可是到后面 其实我们的制作 宜璇基本上 从问题 主结构 如何 主结构 如何理解 该怎么办 他基本上 把整个架构都弄好了 然后我只需要 加入我的经验 然后有些 修辞上面 有些概念上 顺序的调换 你知道这对于一个 天生就是 感性能力 比较强的人来说 这是一个多么大的跨越 这是大家看不到的 但我觉得 我要趁这个机会 要跟大家说 一来呢 希望大家留言 多多肯定鼓励一选 因为他未来 在我们的内容部 还是会有很重要的角色 还有很多新的节目呈现 而二来呢 我希望 透过这样的分享 希望我们每一个 能够有机会 听到我们最后一集的朋友 你要相信 就是 人会有先天倾向 这我不否认 但是呢 人也不要太自我设限 是 有很多 可能不是你 先天带来的能力 我没有要你靠他干一辈子 但是 这不等于 你可以 就说自己 一定没能力 做不到 其实像 我常常也跟 很多 我们的同仁 包含像 宜璇分享 我说 赢家思维很重要 赢家思维并不是要你 目空一切 并不是要你 有一种迷之自信 赢家思维是 我在很多事情里 看到可能性 是 这件事情 我不是最优势 但我可不用 绕路绕弯的方法 达到一样的结果 我可不可以找人帮忙 我可不可以 就是 你会什么 跟你能创到什么结果 不一定是 百分之百的相关 像我跟你合作 就是我的方法 对 对 所以 所以我觉得 这些东西是 我在宜璇身上的获得 我在宜璇身上的见证 最重要的一点是 我透过跟宜璇的互动 我希望 分享给我们 最后追到凯璇 最后一集的听众 你要相信自己的生命 是有无限潜能 要相信自己的生命 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如果你现在是25岁 你一定要相信 如果你现在不是25岁 其实 你仍然可以有一个 内在的力量 叫做 你是有弹性的 我觉得我们从 刚开始两个世界的思维 到凯璇而归 我希望让大家看到 或者让大家感受到的是 其实 没有人能限制你什么 没有人能够有资格告诉你 就是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永远不要相信这种鬼话 你要相信的是 那你到底要不要 如果你要的话 直路不行 弯路也一样到得了 对不对 直接攻顶上不了 谁说不能做直升机 可以 对啊 路是人走出来的 好哦 感谢凯宇 在节目上这么感性的 给我回馈 其实这一段话 是我私底下 自己也还没听过的 就是大家跟我一起 这最后一集 我们没什么ray 对啊 基本上稿子都是空白的 但我觉得我也很开心 用我自己的例子 跟挑战去鼓励所有的朋友 就是人的生命的可能性 是靠自己走出来的 那那个关键就是 你只要愿意开始相信自己 开始有一些松动 任何的旅程都有可能展开 那大家听到这里 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好奇 就是那如果凯旋而归 我们已经完成了 阶段心理层 那下星期五要听什么呢 好下星期五 我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会跟佳玲还有产威 一起为你带来第二人生 你有没有觉得这个节目 两个世界 第二人生 我们是有多饿啊 我们星期五的频道 这是怎么了 好啦就是 其实第二人生呢 我们是 也是跟荣格心理学有关 但是我们会 透过大量的电影故事 去帮你拆解 风靡全球影坛的 那个英雄旅程 它的迷人之处 如果你不认识 英雄旅程的话 我先简单讲一下 英雄旅程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它是一个 好莱坞万年不败的 卖座原型 比如说我们前两年 看的那个捍卫战士 阿汤哥 其实里面一样 有英雄旅程的架构在 那为什么荣格心理学 跟英雄旅程有关 那为什么荣格心理学 它会能够牵动这么多 各种不同文化的潜意识 甚至于用它的逻辑 去制造 去创造出很多的电影 让全世界的观众都买单 这就是我们第二人生 会带给你的 所以请你好好的期待一下 那最后呢 我们想跟你分享 最近我们有一个 好好在一起的 3517的优惠 直到9月18号就截止了 那我觉得在我们生命的路上 或我们旅程的路上 你有时候身边会有伙伴 但是有时候你一定难免会遇到 需要自己上路的时候 所以不管你身边有人没人 如果你都希望自己更有安全感 帮自己建立归属感 这就是家庭老师的 好好在一起会带给你的 那相关的课程连结 都在我们的影片下方里 就有说明 很期待你赶快加入 那我们也谢谢大家 这段时间对凯旋而归的支持 我也期待未来 跟凯宇还有机会 跟你在空中再会啰 拜拜